此一中国男排启用世界联赛时的首发阵容 复工由李永珍 接应由张冠华担任首发 第一局全队有些拘谨 拦网不利 失误送分多达7分 结果以20比25告负 第二局中国队变阵 张哲嘉 戴青瑶登场 张景印 张冠华等攻守也留在场上 亮出最强攻击阵容的中国男排开始找到感觉 多点开花 以25比17将比分扳平 第三局双方都拿出了最好的状态 比分从22平 23平 一路战至31平 32平 异常的胶着激烈 激烈 本届亚洲杯 韩国队已经多次在五局大战当中胜出 积累了不少困难球经验 关键时刻韩国队一攻得手 中国队扣球出界 韩国男排以34比32在超长拉锯战中胜出 但是第四局中国男排毫不气馁 苦战当中张景印多次凭借个人能力得分 再加上张哲嘉反击扣中 中国男排以29比27再度将比分扳平 绝胜局里中国男排拦网爆发 余瑶辰 彭世坤先后拦死对手 15比15的关键时刻 张哲嘉一攻打中 随后张冠华发球得分 中国男排最终以17比15战胜韩国队晋级决赛 决赛当中中国男排将与日本队争取冠军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和韩国队打了五局 这当中怎么说呢 我们每个队都发挥出了自己真正的实力 然后包括防守我们也能看出来 我们大家非常的偏 包括进攻强攻 然后包括是在 包括是整个团队技术上面吧 我感觉我们明显比韩国队好上一点 所以我们才能赢下最后的比赛 然后包括发球上面像我们的发球失误 今天明显的会比韩国队稍微少一点 所以说我们今天才能拿着挺好实力 然后包括收获嘛 我想就是就算来了亚洲杯嘛 这也是第一次打的那种标注 我想这也是对我们队伍的一个磨合度 我相信变得比之前非常的高了 然后包括再包括是我们队员的自信和团结 我感觉是比以前更多了 决赛中中国男排以3比0击败日本队 时隔10年再夺亚洲杯的冠军 张景义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 最佳主攻两个奖项 中国男排曾在2012年首夺亚洲杯冠军 当时的阵容中戴青瑶目前还在效力 决赛对阵日本 中国队派出张锦印 张哲嘉 彭世坤 张冠华 于元泰 于腰臣 杨一鸣担任首发 开局全队有些拘谨 日本队摆出冲击者的姿态 借应大竹一青发球连续得分 11比10 12比10 日本队以13比10领先 但是中国男排做足困难准备 彭世坤太攻打成 张冠华拦住日本队踢次 中国队逐渐将比分追平 随后 张哲嘉的爆扣 燃起全队气势 于元泰一用两季发球直接得分 回敬对手 中国男排20比17领先 这一局 张锦印的进攻 为球队拿到局点 首局 中国男排以25比20获胜 第二局 日本队发起反击 他们将进攻提速 绕开中国队的高大篮网 17比12 最多是已领先中国队5分 但此时 中国男排换上戴青瑶 拥有冠军经验的戴青瑶不负众望 他的一波发球造成日本队严重卡轮 于元泰反击得分 于腰臣 篮网成功 随后 于元泰再次贡献篮网得分 中国男排一举将分差抹平 这一局 中国队的篮网环节 5比1完胜日本队 25比23 大比分2比0领先 作为亚洲强队 日本男排在本届赛时中 没有派出最强阵容参赛 但是中国男排全力以赴对待比赛 决赛之前是唯一一支保持全胜的球队 年轻核心张景应频频上演高质量的进攻得分 精彩的表现赢得一致好评 最终 中国男排不负众望 以25比22赢下第三局3比0战胜日本队 10年之后再夺亚洲杯冠军 22岁的张景应当选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主攻 队友张哲佳和彭世坤 则为中国男排包篮两个最佳副攻奖项 很高兴能够就是随着跟参加亚洲杯 然后并且最后取得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冠军 因为在最后配合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在场上更多的还是需要沟通和交流 才能一点一点打好球 我们也是一场打得比一场好 一场打得比一场好 最后这个冠军也是非常来之不易 也是大家团队的功劳 今天夺冠吧 我觉得都是大家一场一场拼搏下来的 我也觉得非常高兴吧 这也是我第一次中国赛 中国华队拿到冠军吧 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开心吧 我们接下来比赛也是会继续努力 希望大家更多关注我们中国来办 谢谢大家 我们能取得这个冠军 全靠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 然后一起强强拼搏 全队也都非常团结 所以我们拿了这个冠军 我们下期まで 总结中国南排本次比赛的表现 舞台排球专项记者杨领认为 中国队有两大可喜之处 对于迎接本月底的世界锦标赛会更有帮助 亚洲杯上的这支中国南排 表现出了两大可喜之处 首先就是核心涌现 强点更强 副公张哲嘉 主公张景印 好几位选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特别想说的是22岁的张景印 她的天赋和气质 很像刚出道时的朱婷 而她在队中的作用 又像现在中国女排的李盈盈 既要主接遗传 又要全力去得分 其实在上个奥运周期 张景印就露出锋芒 可惜因为严重的腰伤 影响了成名的时间 英雄自古多磨难 巴黎奥运周期的第一年 张景印终于用优异的表现 让人记住了这个名字 亚洲杯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是对她的肯定 作为中国南排的新核心 张景印需要提高之处很多 她的早日成熟和全面 将是中国队的福音 排球是集体项目 中国南排第二个可喜之处 就是目前能打球的人更多了 特别是几个攻守的位置上 阵容更加深厚 比如张哲嘉和彭世昆 双双当选最佳复攻 再加上一个年轻有朝气的李永珍 现在三个人竞争两个出场名额 我们的复攻线 无疑更令人放心 接应位置上 张冠华也是逐渐打出了信心 未来江川回到球队 变化会更丰富 中国南排的攻击力将稳中有升 当然主攻位置是张景印搭配戴青瑶 还是搭配余元泰 不同选择有不同的效果 主教练吴胜指导手里的好牌 越来越多 这是好事 一次亚洲杯夺冠 并不代表我们真正成为了亚洲霸主 但是通过比赛 逐步确定主要阵容 树立核心 全队打出新一代中国南排的锐气 让观众看到了向上的信念 这是价值所在 中国南排一定继续改进 月底的世锦赛上努力 我认为许洁